两个小时之后 海啸突击旅还有山鹰旅 将要在三号分区的七零八高地 进行一场激战 据前副总指挥说 是一场非常壮观的攻防作战 那我们呢 我们也想去三号分区 是这样的 因为是郊站区 能进入郊站区的车辆非常少 如果记者们想去的话 可以去问一下前副总指挥 这位同志 我们呢也想和专家一起去 你看看能不能带上我们 你们就两个人吗 对啊 就两个人 行 来 来 谢谢 同志 我必须跟专家的车一起走 你是 我是上级派来的记者 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去的话 可以去找前副总指挥问一下 不用 我不用找他 我找你就可以 找我 找我也没有用啊 这件事不被我管 我在这里 是畅通无阻的 那你随便走就是了 我要跟专家们在一起 为什么呀 一般说来 和专家在一起 比较安全 我们中国的军人 还需要靠专家来保护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你一个人吧 对 就我一个人 给 好 谢谢 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是记者 没错 我是记者 那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我们往那边走 大巴车停在前面 大巴车停在前面 我还觉得那老记者 他一直顶着我的 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 噎了他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不啊 我觉得他挺舒服的 你说什么呢 注意啊 今天面板顺着的道理 好 这山营旅的攻击部队 什么时候上去 刚得到情报 他们的一个营 已到达拐洞八高丽的山坡下 但是还没有法去进攻 好 这是为什么 不清楚 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啊 是啊 准备起飞 是 给我看下三号药地 各位三部长 为什么还没发起攻击 旅长 拐洞八高地一线药点全部被海啸突击旅占领了 他们行动这么快 我们本想从四五三公路向东腿 但公路被红军切断 部队遇到顽强阻击 现在没有炮火支援 很难再向前推进了 你做好攻击准备 集军十分钟后将到达拐洞八高地 你们选择好突击点 用激光指示目标 明白 四连 五连 六连 做好正面进攻准备 主攻点为拐洞八高地 北灭山梁 旅长 二战要是顺利的话 应该已经进入我们的区间了呀 旅长 你看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五丰山训练基地的核心区 三号区 这里的地形起伏多变 沟壑众多 是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的 战术演习场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七零八高地上面 看到一场激战 我刚才接到的战况是这样的 山鹰旅空降营已经赶到了七零八高地 已稀五公里的地方 但是被提前夺得要领的海啸突击旅 阻挡在了七零八高地下面 目前呢 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证问同志 请问到七零八高地还有多远啊 您可以叫我艾佳 艾佳 班长 这儿离七零八高地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三十公里吧 前面的路不好走 大概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路 大概还有三十多公里的路 前面的路不是很好走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呀 将军同志 您是军科院的刘副所长吧 是的 不知道您对昨天 山豹旅的搅局行动怎么看呢 山豹旅的搅局很有实在意 您是专家组的组长 我有一个建议 不知道您想不想听 你说吧 是这样 你看 前面还有三十多公里 而且路还不好走 说不定咱们到了七零八高地之后 人家的对抗战已经打完了 如果您对昨天出来搅局的 那只山豹旅感兴趣的话 我倒是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好 这个建议好 我还真想接触一下他们 近距离地观摩他们是如何行动的 那咱们就在前面的黑松林下车 刚才艾家同志说了 前面的路况非常不好 就是赶到七零八高地 也很难说看到红蓝双方的交战 不如就在前面下车 他带我们去山豹旅营地看看 山豹旅 就是昨天冒出来搅局的那支蓝军部队吗 对 就是第一站去陆军的专业化蓝军旅 他们的营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我看就去看山豹旅吧 对 我们去采访一下山豹旅 了解一下昨天他们为什么搅局 问问他们下一步还有什么搅局行动 肯定有好戏看 山豹旅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吗 你竟在这瞎说 谁瞎说了 山豹旅的旅长叫韩鹏 我观摩过他们的演习 要说他们是来搅局的 我信 但有什么新鲜东西 我还不太相信 你要不愿意去呢就算了 我们就继续坐在这车上 往前走就是了 好 一会儿愿意去参观山豹旅的 下车跟我走 不愿意去的呢也可以继续往前 什么情况 好 放眼镜 他们呢 你看 他们还在往上运动呢 没关系 待会儿有这么好看的 别动了 旅长 你怎么上来了 我本来不想上来的 可是你这上边半天没动静 这夏侯兰的部队 也到了山脚下一步攻上来 这究竟什么意思啊这事啊 不清楚 看来是等增援部队上来再打 再等 再等就给他包饺子了就 三营已经从他们后边都 攻上来了 那太好了 再等一会儿反倒对我们更有利 来来来 我刚才啊 接到前副总组的指示 让我们放慢节奏 放慢节奏 对啊 说是专家组已经从管理台出发了 专程到三号坟去拐东八高地来观看 来这儿看咱们跟山女的攻守之战 对啊 人家来两天了什么都没看着 你说你心里边能不失望吗 我想啊 肯定是专程安排专家组 造咱们阵地来观摩 都是韩国的山暴里闹的 恶心不明白了 首长怎么会同意他们出来搅局呢 再说 他在他的本战区 搞这么不靠谱的事就算了 还拿到跨战区跨局主的演习下来耍标 这不让其他兵主兄弟看咱们的笑话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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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又来了 你生什么气还行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太习惯于墨守陈规了 知不知道 稍微遇到点不太适应的战法 咱们就开始抱怨对手 说对手犯规啊 对手不道德啊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换位思考呢 我们如果不是解放军是敌对分子 我们敢用常规手段来对抗解放军吗 我想肯定不能 所以山暴里搅局有搅局的道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反正我认为 专业化的蓝军一出手 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你指的哪方面 昨天早上咱们被莫名其妙地袭击 是啊 他一上来就敢冒充胡兰军 把两边都袭击了 要不是后面指挥部开会成城这件事 我还是以为是夏侯兰干的呢 是啊 这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啊 这么不合乎常理的事情 山暴里都能做得出来 我们呢想都没敢想啊 哦 哥明白了 你学了一招 好 韩鹏啊就是得有意地告诉我们 他很会 很让人讨厌和让人烦 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化的角度去想 他这么多是对的 山暴里玩得很专业 我们呢 就是很业余 很保守 还真是对的 说到咱们痛楚的地方 恰恰是我们认识上 训练上的弱点和软肋 谁啊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动你了呢 你说他们是不是也接到了 前部总指挥的指示 要等到专家组到位之后再开打 有道理 走 到指挥所喝点茶 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打仗还会合场 我会得很多 那行吧 赶紧走吧 把你那存货拿出来 好好好 第一战区陆军决战2017对抗演习 我去采访过 那是山暴里第一次亮相 这么说你很了解山暴里吗 也太不少了解 我没有跟他们极尽世界接触 我也是一位老军人了 对于山暴里这种所谓的超前意识 我是举手反对的 比如昨天搅局打人家红蓝军 搞得演习不像个演习 这种搅局有什么意思 弄得人人怨声载道 这不是哗众取宠吗 在我的印象里 韩蓬是个很不讲规矩的人 我可听说决战2017演习的时候 有一名资深记者 向军委和总部写过内参 揍了这支部队一本 差点还让这支部队给解散 这人就是你吧 我哪用那么大本事搞三一支部队啊 我只是代表许多老同志的心声 部队改革我不反对 但不讲政治不讲传统 一切照搬外军也是不行的吗 前副总指挥 为什么让我们推迟进攻 这不可能了 一分钟之后 我们的直升机群 就要对拐动八高地发起攻击 我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冲锋出发位置 各位参谋长 尽量等一下专家组嘛 专家一分钟之内到达我就等 要是到不了 我们也不能等到红年马月 一连 二连 三连 现在开始三十秒钟倒计时 我命令 不等空中打击完毕再动作 空气开始就是你们攻击的信号 一连明白 二连明白 三连明白 喂 旅长 是 参谋长 旅长电话 旅长 我们已经做好进攻准备了 各位参谋长 把和演习指挥部的通话频段关掉 切断跟前副总指挥的一切联络 明白 告诉旅长 我让拐动八高地了 是 大官 信号已接通 这霍德怎么上去了 他主动请站 我想了想 还是给他一次机会吧 一会儿啊 我们要和专家组会晤 让他做好警戒 是 赶紧把你那些存货拿出来吧 早就泡好了 来 尝尝 不错啊 不错啊 可以啊 行了 我专家组不来啊 咱们也不等了 小东 走 马上从这参业 五分钟以后 全速向拐动八高地推进 是 是 是 对 行 是 快 快 快 抓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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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旅长 编队与锁定目标 是拐东八高地汪虎的指挥所吗 没错 是汪虎旅长的指挥所 编队强调攻击 打 是 旅长快抖 都别闲着 上了拐东八 我就让他汪虎找北 下手这么狠 肯定是杀后栏杆的 报告旅长 报告旅长 左杀没了 下后来 我跟你拼了 贵三部长 王虎可能有诡计 他还能有什么诡计 他的三营在奔袭小金湖机场的半路上就折返了 我估计是想抄咱们后路 我明白了 他是想从后面包上来包围空将一营 王虎到现在没反击 就是在等他的三营赶过来 我想把我们空将二营马上调过来 从他三营背后打 旅长 这可不行 这不成三明治了吗 好吧 不管他反击不反击 先攻上拐东八高地再说 我让直升机中队阻击他一下 明白 来 刘副所长 我们到了 资深记者同志 你不下吗 我不下 我要去七零八高地采访 行 班长 那你就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们工作完了给你打电话 你再来接我们 好的 天气热 大家辛苦了 上报旅的营地就在前面 但是我们要步行过去 署长 好 你要是去七零八高地 就自己步行过去吧 前面的大巴车是过不去的 那你去哪儿啊 我永远返回了 这什么事 好吧 我自己走 资深记者 您真的要一个人走过去吗 我自己走 没问题 行 再见 再见 各位专家 再见了 咱们往前走 江青同志 这儿的路啊比较难走 山暴旅的营地就在前面 安住 请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我们是专家组的 这位是专家组的组长 军科院的刘副所长 讲解您好 我是第一战区 陆军山暴旅的战术获得 请问有什么 可以为专家们服务的 是这样的 他们想到山暴旅的营地 去参观调研 了解一下山暴旅 是如何搅局的 这位同志 你这话说得可不对啊 什么叫搅局啊 我们的是演习 搅局也不一定都是贬义 搅局也是一种技法 三十六级当中 不是有趁火打劫 山东击西 这些都是搅局 和利用搅局 从中获利的技法 你说对吧 对 这位同志 你看将军说得多对啊 霍德 马上请示一下韩旅长 告诉韩旅长说 客人们都到齐了 是 东东腰 东东腰 我是九东腰 最尊敬的客人 已经到达黑棕林 汇报完毕 请把专家们带进来吧 收到 请 请 秦架 你们好像很习惯啊 我们原来是同学 现在是战友 我们都是山豹旅的 你也是山豹旅的 是啊 我是山豹旅 特种兵大队的特战队员 你呀 还真看不出来 你们还有谁 这两位都是我的战友 紫燕 穆棉 首长好 首长好 欢迎来到山豹旅 老藏 老谢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留下来参观山豹旅多有戏啊 和山豹旅特战队员一路同行 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好了 我们走吧 等等 等等 等等我 自身记者啊 怎么又回来了 我看你啊 是不是吓过来了 不是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山豹旅的营地啊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把专家族 带到韩鹏那儿去 那是个专门搞 偷鸡摸狗蹦腾的人 你不愿意来就算了 胡说什么呢 谁偷鸡摸狗了 不是 我是说山豹旅旅长韩鹏 我 看不惯这个人 你说话注意点 韩鹏可是我们旅长 你不尊重他 我们可不答应你的 怎么 你们都是山豹旅的 那可不 行了 不用跟他废话了 旅长还有政委等着我们呢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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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嘿 局长 郑伟 刘副所长 这位是我们山豹旅的韩旅长 佟政伟 郝参谋长 周参谋 葛参谋 情报中心的刘主任 欢迎各位专家的光临 一边请吧 请 请坐 请坐吧 都请坐 现在处在战时条件有限 各位专家多包涵 不必客气了 韩旅长 佟政委 我们专家组成员 但是意外进入你们的营地 我想这种不期而遇 反倒更有意义 是啊 其实我们都没想到 今天配合你们这些专家 在这里见面 我们呢感到非常的荣幸 刘所长 您是军事科学院 战术研究所的著名官家 我呢 读过您的著作 我呢 读过您的著作 你读过哪部论书呢 信息战略与战术 哦 这是上个月才在校刊上发表的 你怎么就看到了呢 不瞒刘所长 我的夫人呢 就在军科院工作 她呢 在联合作专研究所 哦 我们还算是有缘分呀 这样吧 你们要参加演习行动 我们也不准备 再用你们更多的时间 本来就是来观摩的 我们临时改变观摩形式 做旁观者 就跟随你们三报旅行动 怎么样 好啊 太好了 待会儿啊 我们一起去指挥所 你是 我是记者 是来采访的 哦 欢迎欢迎 请坐 能不能 给瓶矿泉水喝 渴死我了 来 这位同志 好 谢谢 专家组到现在也没来 不过也好 咱们刚刚的狼狈像 没有被专家组成看到 第一次联系的时候 不是说专家组 已经到黑丛林附近了吗 就这三十公里的路 这多长时间了 还逃不了 有一段路被水冲坏了 是不是停在哪里了 联系一下说一声 我们派人去接一下 通讯员 等 想办法跟专家组联系好 别让他们迷路了 是 我认为昨天的搅局 十分有意义 是你谋划的 也不完全是 军委工作组 谭组长定了调子 为什么要这么决定 是这样 其实这次演习 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我们山暴旅 我们呢 是进场前三天 才接到的任务 之前呢 我没有准备 好 他们长 跟专家介绍一下 进入五封山呢 仗目到底怎么打 以什么方式参演 我们心里也没有底 在讨论行动方案的时候 可能是首长们考虑到 国际上的几处战乱地区 政治军事形势 多方混战的现象 十分突出 而且维和任务部队 也多次遇到这种复杂的情况 所以呢 就临时设置了搅局 这么一个概念 把传统的红蓝军对抗 改为 有第三方势力加入的 更加复杂 更加贴近 当下战场形态的内容 我们进场以后 就没人管了 任务就是搅局 让我们自己寻找目标 自己制定战法谋略 那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究竟跟谁打啊 究竟是帮着红方打蓝方 还是帮着蓝方打红方 是隔岸关火呢还是挑拨离间 我们这个呀纠结了好长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点孤立无援的感觉 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来决断 我们想到了三十六计 混水摸鱼嘛 就趁这个两只蓝军旅啊 还没搞清楚状况 我们就东一榔头吸一棒子 先把这趟水搅浑 然后伺机攻击一方 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看来这个效果是打爆了 我们参加过很多次的演习 这种局面的确是一次见到 刘所长 你几年前就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你说说 这种局面 有些与现在的叙利亚局势相近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政客之间的斗争 往往发展到极致 就转变为战争 战争形势就是 政治冲突最惨烈的表现 现在局面已经搅乱 下一步 你们有什么想法 现在还不是特别轻 但是我们想啊 反正是空军海军 两个蓝军旅他们在激战 我们呢先袖手旁观 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 我们再进入 狡猾狡猾的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们支持不支持 我倒想听听 各位都是军事专家 能不能参加到 这次演习当中来 参与进来 对啊 冷眼旁观 还不如加盟进来 这样也许感受 能更多一些 你们就临时 加盟山豹旅吧 那我们的军事顾问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 看演习不如参加演习 我在野战部队的时候 经常参加演习 后来搞教学研究了 参与的机会也少了 今天正好是个机会嘛 韩理长 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就当这个顾问了 刘所长 您太客气了 您是专家 是前辈 我们呀都听您的 我们顾问就是顾问 其实我们来既是调研 也是学习 那太好了 我代表我们山豹旅 欢迎专家组 加盟我们的行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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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店里面 我們下期见 大家 快点 我再收拾一下 我们下期见 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旅长报告 我们已经攻上了拐洞罢告地 是 报告参部长 红线阵地无人抵抗 无人抵抗 人呢 他们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我们没敢贸易行动 走 上去看看 走 要干涉啊 上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鹰旅的人上来了 他们参部长也上来了 快参部长 你们一直在下面干什么 我们等你半天了 怎么能你还在这下边摸摸蹭蹭的 你说什么 我们上来晚了 当我们山鹰旅的 你的俘虏可不散啊 开什么玩笑 你们旅长呢 他怎么不上来 你们怎么了 出什么事啊 贵参部长 你是真不知道还装啥啊 我知道什么我 演习指挥部没通知你们吗 我们已经切断了跟指挥部的通话频段 怪不得你们个傻子似的 演习指挥部紧急通知 要求我们红蓝军双方马上停止演习 停止演习 前辅总指挥担心专家组迷失了方向 怕误入我们红蓝军双方的交战区域 发生意外 就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演习 派出侦察员尽快找到专家组 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旅长 出事了 下来吧 旅长 出什么事 来来来 我跟他说 小队长 我是欧虎 演习都停止了 你还在上面瞎转有什么呀 下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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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小伙讵长啊 帮我又补你啊 你还没画意到实重程度 全军有几个汉堡 怎么了 这是半个小时之前 演习指挥部发来的电报 自己看吧 这怎么可能呢 专家组到前沿来 那都是由专车送回来 而且就一条路 他迷路能迷到哪儿去 说得是啊 说是就距离我们三十公里 怎么等都都等不来 过分是山豹旅 在这中间搞得鬼啊 他没这么大胆吧 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不是没可能 韩鹏那可不是省油的灯 我可听说了 他刚一出山的时候 就把第一战区陆军 八零八旅的旅长和政委 全给扶鹿鹿 下手这狠 坐视这彪 那根本不是正常人 能想到的呀 我看 很有可能是山豹旅干的 他 他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这就叫专业 一个专业的恶魔 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不可思议 也不可多得 什么意思啊 韩鹏这小子干事太绝 情况清楚了 汪旅长 你谈谈想法 我看是这样 咱们啊也不能马上下结论 既然演习指挥部让我们先找 那我们就先找找看吧 不管怎么样 起码也得把 送专家走的车先找找吧 乃家 不是 你就走了 对啊 这片我熟 我带你走 好 艾企啊 你说实话 我最近表现怎么样 还不错 那 那你不烦我了 烦 不是 不是 我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是 艾企啊 你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没变啊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没变啊 也不是 你现在有进步 也有追求 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你没有必要去在乎别人 对你有什么看法 我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也知道 我只在乎你的想法 你在乎我的想法干吗 这就是我烦你的地方 不是 我 我告诉你 你只要自己认准了路 你坚定地走下去就是了 艾企啊 别蹲着我 小祸 你怎么来了 我随便拍些东西 怎么了 你俩都不高兴啊 没有啊 挺高兴的 我问你啊 你和艾企是什么关系 你问这是干吗 你在追求他 但没能如愿 对吧 你怎么这么讨厌 开个玩笑 小祸 我也是忙里抽钱 想写一点 有关大学生军人的事 我已经观察艾企很久了 后来就发现了你 一个老记者的眼光 好 我感觉啊 你们两个之间 一定有故事 我们俩之间当然有故事 而且 还很曲折 浪漫 这个 未来会有 好 这话题不说了 哎 小祸 我问你啊 你们把专家组 骗到这儿来 是早有预谋的吧 那什么叫早有预谋啊 你看 不然你也不会在 和艾企丛林外的大路上 等我们啊 这是一个 早已策划好的圈套 对吧 不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再问你啊 韩律长把专家组 弄到这儿来 是有什么企图吧 四个字 无可奉告 我只知道 服从上级的命令 再见 曾对专业化蓝军 只有偏见的资深记者 竹萱 莫名其妙地 被裹挟进来 并参与到这起 劫持人质事件当中 让竹萱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次 误入歧途的经历 使他有机会 零距离地接触到 专业化蓝军 并对专业化蓝军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现在海空军的 两个蓝军呢 全部汇聚在708搞地 等待指挥部的通知 因为我们的失联 就停止了演习 真有些荒唐 其实这个呀 也是意外 依我看 不如在他们 六神无主的时候 对其一部发动攻击 打破将军 别说啊 这专家就是专家 我看可行 那这样 海啸突击旅的 地空导弹分队 一直在六号分区的公路边 可以派陆航分队打太架 可以 是 刘所长 那个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你们在我这儿 这怎么办呀 我倒想看看海啸突击旅 和山鹰旅怎么办 我明白了 旅长 演习指挥部 一直在四处寻找专家组 要不要把事情上报啊 上报不是不可以 问题是用什么方式上报 这个 你就不用担心我们了 我们就是来观摩演习 但用什么形式观摩 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倒想 不如把我们的失联 变为扣押 我们可没扣押你嘛 我是说 既然我们已经加盟山豹旅了 不如把戏做足 把演习推向高潮 行 这样 我跟同政委商量一下 攻击命令下达了吗 席红大队长已经接到命令 率队起飞了 司机编队打完就走 好 你陪专家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坐 一会儿呢 我们的飞机从这边起飞 我是下午队长 我们可是主动地 停止了对你们的反押 可是我更没想到 你们居然敢切断了 和演习指挥部的联络频段 明知道我们没做任何的抵抗 你们还一个人往上冲什么冲啊 我是反这个前副从指挥 事无巨细都过问 屁大点事 都要向他报告 由于我们停止了 对你们的一切反击 而且还切断了地雷区的电源 要不然啊 贵探部长 你那什么装甲指挥车 早让我们给崩两天了 你说你上来就上来嘛 你还大言不惭的 说是你们攻占的 你也就借着停火令 避免了一次失败的难堪罢了 真打 谁怕过你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